俄軍三方面入侵烏克蘭 所有主要大城市都受到攻擊 俄軍成功佔領基庫爾北的赤爾諾貝爾地區 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表示 第一日的軍事行動成功 梁超明報導 烏克蘭西南部港市奧德薩防空警暴長響 在東部工業城市卡爾科夫爆炸聲一大清早清晰可問 而在北面的首都基庫一支火箭炮擊中市內一角 這名鄰近居民表示 一切只在五分鐘內發生無聲無煙 他和鄰近居民都嚇了一跳 到了晚上,基庫首都市中心獨立廣場 晚上聽到遠處的爆炸聲 烏克蘭受到俄軍北中南三方入侵 烏克蘭國防部提供邊境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俄軍甚至至白俄羅斯進入烏克蘭領土 並在首都230公里的赤爾諾貝爾核電廠為止 和烏克蘭軍擊佔 一名烏克蘭總統府顧問分別在美聯社和路透社表示 赤爾諾貝爾已經失守 俄國防部發言人表示 俄軍第一日作戰目標已成功達致 烏克蘭方面表示 單開戰頭幾個小時就有超過40名烏克蘭士兵 和至少10名平民死亡 回到首都基庫 市長宣布實施戒嚴令 市內氣氛明顯緊張了很多